看手机 滑手机 民众漏夜排队 无聊苦等 为的又是一张能让家人团圆的车票 过年期间车票和往年一样 一开卖就秒杀 让民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 县府办理的春节返乡专车 1月29号开放现场购票 1月28号晚上9点左右 就已经有许多民众前来排队 宁愿漏夜排队苦等 也不想错失让家人顺利返乡过年的车票 所以我会乘了票跟储夕夜那天买不到 应该会直接就是带一点小零食饮料啊 我们是坐的也可以睡啊 只是说老人家或许坐的也睡不好吧 像春节这样 那么多爆量的这种需求 要任何一个交通的系统都能够 非常充裕的来满足所有的需求 其实是不见得是一定达得到的目标 不过以台东目前的这种状况 可能那个差距落差还太大了一点 所以这五年 我们办理春节返乡专车 有限政府来包车 然后自己来卖票 而且限制只卖给台东人 就是希望把这些很有限的这些票 能够尽量保留给台东的乡亲 不过看到乡亲这样 必须要漏夜来排 其实心里面也真的很不忍心 那我们也在想研究 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可以避免大家这样子来买票 可是又要兼顾公平 又要兼顾公平 这一点很重要 为了车票辛苦漏夜排队 县府除了准备豆浆 姜茶等热饮供民众取用 也送上面包让民众能够补充体力 晚一点这边给大家看电视看电影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面包 后面有豆浆 将它饮掉 这个都是有台东县政府的临时铁录取才有 我们每次做一个临时铁录取 县府这个临时铁录取 只要民众有需求就会继续办理 甚至还会加码推出 清明还有中秋的返乡专车 让在外县市打拼的台东铅民 能够顺利的回家团圆 东内新闻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